Hello 大家好 之前仪泰讲过新罗王朝是怎么崛起的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是怎么灭亡的 作为朝鲜半岛上的政权 新罗的崛起与大唐的扶持有关 尤其是白村江海战新罗和大唐联军的胜利 直接导致了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 百计复国无望 高距离失去其天然屏障 而物国也就是后世的日本 更是海军精锐尽散 在这样的情况下 唯一朔国仅存 且与唐朝交好的新罗 成了朝鲜历史上唯一的统一政权 这样的建国历史下 新罗国的一些底层矛盾也被压制和隐藏起来 然而 仅仅是不到三百年的之后 这个政权就再次分裂灭亡 今天我们就来试着探讨一下其灭亡的根本原因 股品质对社会阶级属性的固化 1. 何为股品质 股品质其实分为两个部分 分别为股质和品质 所谓的股带至其血缘出身 根据唐人令狐成顺信新罗国纪所言 其国王族位置第一股 于贵族位置第二股 由此可见 这一制度的本质是将新罗社会按照阶级划分为三六九等 彼此分级按品 而品质则可以看作是股质的延伸 其形成和演化于当时在唐朝盛行的官品质都有所类似 不过其受到封赏的核心 却并非公寄和财干 而是个人血脉的优劣 因此从实际情况上来看 股品质制度就是一种按照个人出身来决定社会地位的方式 在这样的制度下 贵族特权被合法化和神圣化 虽然在金人的眼中 这种由血缘决定 个人命运的做法极为荒谬 其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也应当受到质疑 然而 就像黑格尔所说 存在即是合理 就像自两进开始在中原王朝兴起的世家门法制度一样 股品质制度的形成和大行其道 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原因 在新罗早期社会逐渐形成的过程中 吞并和联合才是其主旋律 而这一阶段也是其逐步扩张 其势力范围的关键时期 然而 作为新罗王族 人才数量的限制制使统治者 很难通过独裁的手段来统治整个国家 在这一阶段 原先被吞并的部落和士族 自然也成了其拉拢的对象 不得不承认 在世界各地 这样的社会形成演变时才是主流 比如英格兰 昂格鲁 萨克逊时代的圆桌贵族制度 日本的士族制国家 乃至前面提到的两近世家贵族 都是在这一阶段社会演变过程中必须出现的一环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古品制作为一种冷落贵族人才 形成利益团体的政治制度 自然有着延续的必要 二 古品制对新罗社会的固化 然而 这一制度在新罗王政时期也开始逐渐显现出其不足和缺陷 这便是这一类制度的通病 对社会阶层的固化 新罗法 新王石 班式律令 史智百官功夫 诸子之志 这在大多数史学家眼中是古品制在新罗的最终确立 在这一阶段同样也是其制度开始完全呈现之时 要知道一种贵族制度的实行 必须是以区别其与平民的身份特质作为最终手段 在这一阶段除了实际上的封地获取以外 杂质色服 车技 器用和污涉 也被统治者当作区别各个阶层的重要方式方法 作为平民 任何与与与规矩的行为 都会被看作对古品制乃至王权的违逆 可以想象 在这一时期的新罗 除了几王族和贵族子弟之外 其人是如何生活下去的 也许底层的平民对这一情况并无太过确切的理解 无数种阶层的隔离 让贵族和平民被区别和割裂成两种不同的物种 然而 有一些人却对此敏感无比 他们就是当地的小贵族 作为低阶贵族 他们不能像高阶贵族和王族一般 享受紧逸欲识的生活 然而 与上层的接触却同样让他们 不能像低层平民一般哄哄恶 因此 这些小贵族反而成为了 当时最迫切想要改变自身属性的阶层 然而 古品制度的根深蒂固 却让所有有之于此的人失望不已 王族和大贵族在古品之中 被庭定位真谷贵族和六品贵族 如执事部 中士和点大等尊位 均必须由这一登记的贵族担任 即使是在后世享有盛名的崔志远 面对这样的森严等级 也只能动辄得咎 自上不欲 可想而知 其余被称为六头品的低阶贵族 又能如何了 三 古品制下新罗社会的最终瓦解 古品制的实质是一种贵族共治制度 以贵族集团为核心 王室为领导的统治制度 然而 在新罗后期 地方贵族却开始逐渐 拥有远超新罗王室的力量 这从765年惠公王时代起 屡次爆发的贵族叛乱 可以清晰地看出 这位在新罗历史上毫不出众的国主 最终死于乱兵之中 而其死亡也宣告着贵族集团 和王室的内部矛盾 已经趋近于白热化 这样的内耗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是极为致命的 古品制制度的大行其道 还带了另一个严重的后果 那就是贵族人才的凋零 与运渡的种姓制度 和古埃及的法老制度类似 古品制的设立 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 那就是各阶层内部通婚的盛行 埃及法老时代 法老王族以同姓通婚 甚至兄妹通婚为荣 其意义是希望通过这一方式 来保障血统的纯正 而新罗同样如此 然而在当时 由于木华风上的形成 中原同姓不通婚的禁领和习俗 已经传着新罗 这本应该成为 这一人伦悲剧的最后防护手段 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 新罗对于这一习俗 并未扯得领悟 反而是让贵族女子 随母姓以解决这一问题 于是在新罗后期 贵族子次妖者和残疾者愈重 贵族子弟的凋零 加上对于下品贵族的排斥 让贵族人才开始凋零 更加严重的一点 则是科举制度有关 新罗朝实行的科举制度 起源于唐代 而新罗遣唐留学生数量的爆发 也与此有关 这些来到唐朝的留学生们 打赌源自六头品 低阶贵族 其实也由于遣唐而变得开阔 而这一阶段同样是 唐朝门法制度开始崩溃的时期 这样的情况下 其新罗国内的古品质 自然也就成为 其眼中钉肉中刺 如崔承佑 连绝等新罗贵族 之后之所以分别成为 后白姬和高丽大臣 背叛自己的母国 与其利益诉求和志向难输 也有这么一不可分的关系 新罗古品质的确立 在新罗这个势力 刚刚开始在朝鲜形成之时 对新罗皇权社会的形成 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本身的存在 其实也是贵族势力和王室 利益分配够合 然而一旦这种制度 开始在新罗社会固化 那么其长年的积累 下引发的不满 也就成为了几百年后 其统治者被推翻的最直观原因 在世界上其余国家的建立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也能看到 类似情形的出现 日本推股改革 以及大化改新 皆是为了推翻其地方的 士族制度以及不明治 英格兰 格鲁萨克逊文化的覆灭 同样与其部落制度 在新时代 难以抗衡新势力的入侵有关 这些制度 在一个计划里 曾经为这些国家的建立 做出过贡献 然而 其使命终结之后 反而会成为一个民族 迎接复兴时的障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